加州房价租金高涨 为了应对住房的危机 周五一项旨在全加州范围内 实行租物管控的公投法案 支持者们表示 已经募集到了足够的签名 将在今年10月份大选当中 交由选民决定 这项由租客保护团体 和民主党议员推动发起的公投提案 旨在推翻加州已经实行了 20多年的科斯塔霍金斯法案 发起者周五对外公布 他们已经募集到足够的签名 将递交给加州选务部门 进行最后的核实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一名为可负担房屋法的公投提案 将出现在11月大选的选票上 在租管严格的加州 科斯塔霍金斯法案被认为 是屋主最后一道保护屏障 该法案规定 1995年之后建的房屋 公寓 可以以市场价格出租 同时赋予地方城市根据情况 制定自己的租金管制法规 和房屋控制政策 而可负担房屋法 将推翻科斯塔霍金斯法案 作为主要目标 目前 加州屋主群体 已经展开保护科斯塔霍金斯法案的活动 新唐记者林肖恩综合报道